缘分不分早晚只为等你而来 欢迎收看由专注重视牙的国建口腔医院 冠名播出的原来不晚 我是主持人燕子 大家还记不记得王湛元王大哥呢 就是那位觉得再找的伴啊 和打小夫妻没啥两样的大哥 王大哥上次相亲没成功 节目播出之后啊 大哥给红娘打来了电话 说看了他上电视相亲的节目之后啊 这身边的亲朋好友都开始给他介绍老伴了 不到俩月的时间 没有100也有80了 但是呢大哥一个也没见 大哥说了找老伴啊 他就信着咱们原来不晚了 咱们在里头等呢 多冷啊 王湛元70岁 退休金4900元 婚姻状况散毫 居住地松原市 住房面积98平米 大家还记得家住松原石油厂 推休的王湛元王大哥吗 在上次红娘为王大哥 介绍了家住长春的何大姐 最终两个人因为爱好 无法统一而分开 除去俩人溜的溜的散散心 除去溜的金 我就是免费我就不免去 我一除去 一里外不变 要我咋不除去呢 大便就干燥了 睡饱觉 上我姐的家 上我妹的家 我都不住啊 王大哥现在虽然有着4900元的退休金 和98平米的住房 但勤俭节约的他 家里有很多舍不得扔的老物件 30多年的洗衣机 40多年的老椅子 都让红娘印象深刻 这红娘了解后啊 才知道 王大哥从小家里困难 直到工作后 还经常吃不饱 所以就养成了节省的习惯 虽然在上一次 王大哥没有牵手成功 但他找老伴的观点 让很多观众都十分认同 假如说过几年 另一半生病了 我全力以赴给你看 因为我对得起我的良心 我要 你先同是夫妻 后来着也是夫妻 是不是 也是夫妻 我全力以赴给你看 他这病什么样 我不再给PAA 我不再不要 不再走 而时隔半个月后 王大哥再次找到我们 希望还通过原来不晚 能给他找到另一半 咱们就相信电视台了 我家那边有个介绍 我说 都有介绍 都没去看 我等过咱们电视台 我说 我相信你电视台 那咱正经得给大哥 好好介绍一点 对对对 王大哥和咱们红娘说 这自己找另一半的要求 还是和以前一样 未过日子些 性格也要好 而根据王大哥的要求 红娘想到了 家住左家镇 性格温柔的赵翠红 赵大姐 你好 我是红娘小琪 赵翠红62岁 退休金2000元 婚姻状况散偶 居住地吉林市佐家镇 住房面积57平米 刚在这屋 电视币 就自己在这里住 所以主要是在这屋住 对 就一人在这屋住 回来是周六回来的 就给朋友介绍 就给送老头老太太去了 送老头老太太 是去多少时间了 连来他去12天 做具体干啥活呢 餐的饭 这是给他做饭 做饭 15个小时偷院席 住的老好了 他都找人家了你啊 他说得找一个伴行 这个年龄了 你用啥 你跟前没有什么 我没有啥亲吟 我姐姐姐姐 又没有在酒台 我姐姐送来 他说这个事 我得支持你 赵大姐说 一提起要找寻另一伴 雇主家都特别支持 这不还特意打了电话 准备给赵大姐说几句话 他这个人呢 非常普世 非常勤恳 男性力所 完了 比如我熟悉 做饭特别可口 我吃什么都做什么 所以我的房间也挺大的 他 我们一点不舍得让他走 可是他过去 不要处理个人问题 我们再支持 都舍不得走 对我们在大力支持 我们就是 不没把他当了什么故宫 什么 都是这种家里人一样 对他 你看看 这赵大姐的性格真是不错 连相处了12天的雇主 都对他赞不绝口 而提到为何想找个伴 赵大姐说 这过年过节的孤单滋味 是真不好受啊 最后一会儿发现 就是平时日子都好过 就是过年过节有毛病 那天就是说 犯难尾言了 就说你在家多打梦吗 你都不知道 我给我们那朋友小腾 他去卖东人 我说这腾啊 吃没吃饭呢 我说赵姐都要死了 我想说不行了 我说你快点去吧 我说你快来吧 跟赵姐那啥 那个还有个诊所 我说快去跟我来 去陪我去打诊 你把他帮我去 没找人在自己 你不就在私屋里头吗 很难想象 赵大姐没有朋友 会是什么情况 而当红娘问他 为何不和孩子一起住时 赵大姐说 他这辈子觉得最痛苦的事 就是丈夫和孩子的先后离世 她是下乡回来的嘛 下乡都是下都回的狗去嘛 抽回来的 你说那咱煤矿除了有啥 除了当领导 这时候这时是烤销能处 一不就都是下井 下井是挖煤是吧 就是挖煤嘛 他们就是四块石头家伙用 赵大姐表示 那时候丈夫性格好还顾家 两个人的日子过得也不错 可这一天 丈夫像往常一样出去工作 却传来了煤矿塌方的消息 丈夫当场离世 这个消息让赵大姐觉得 这天瞬间塌了 你说这心跳 我找你我对象的 还都挺羡慕 班班的 你都找还有工作的 你还没有了 还还这么点 你穿啥子 你那时候孩子几岁 四毛岁 孩子四毛岁 你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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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丈夫的突然离世 让赵大姐不得不承担起家庭的重担 成为家中唯一的顶梁柱 我妈阿姨有病身体不好 你说吗 够山道够够够干 谁也帮不上我 你知道那些年多苦 我当然待会 我接班以后 单位不开始 我去打工 那人家挣300块钱 都随板凳 就我们都随着板凳 赵大姐说 年轻时为了养家糊口 这罪真是没少遭 好在后来孩子也大了 也在外地成了家 本想着自己终于可以安度晚年了 没成想 女儿却在杭州跳楼了 他上杭州去打工家 他们是在饭店喝完酒 回来租的楼 三楼 都是脑子着地了 这孩子没有了 这不等一天他 也更天他 赵大姐说 女儿的离世 带走了他所有的希望 本想着就这样过一辈子 但一场狼尾炎发作 让赵大姐感受到了 前所未有的孤独 到了这个时候 他觉得自己还得有个伴儿啊 他们同为丧偶 都想在晚年拥有一个 陪伴自己的伴儿 于是红娘决定 让赵大姐和王大哥见一面 你好 给你介绍一下 赵崔红 赵大姐 然后王站员 王纳俄 从你来讲还可以 第一眼有点丑还行 通过简单的见面 两个人都觉得 演员还算过关 而作为男士 王大哥进屋 首先介绍起了自己的情况 现在我工资还算可以 4800块钱 那也够用了 还算可以 大姐也有老师 有 我两千 我也是正式退的 我接我爱人班 原来退休前长次 我家他在井下没的 二七他就没了 他二七就没了 我家孩子四毛孙儿 工山啊 那当时就没了 他是放炮的 当时就没了 你那个爱人是离婚的 是上午的 上午十三个月了 也十三个月了 也十三个月了 经历十四个月了 十四个月 但也没那啥 没找伴儿 始终没找 这玩意儿咱说实话 对对 不好找 哎呀 真是 不好找 那玩意儿 多少人都看着 确实 一家过日百家料膏 一家过日百家料膏 我们那娃子也有 老伴儿没了以后 都说齐不搁 对对对 您说的是完全正确 完全对 说齐 一个不行 一个不行带领 再换 我说一下你们 哎呦 那不行的事儿 不管是男女 所以说我一个女同志 我干过你都知道 我什么都不愿求人 因为啥 你就是女的 我们从小就是孩子 不是 你这个心太刚强了 那 因为啥 寡婚门前是非多 既很亮不求也难 知道不 挺对路 挺对路 观点挺好的 银品还行 银品还行 还能过关 有的说在外边 就是有老伴儿的 他还在外边 还想摘花热草 比如说他没有老伴儿的 这个是 这个吧还行 同为丧偶的两个人 在择偶关上观点相同 这聊着聊着 红娘发现 这在消费关上 两个人更是合拍 穿的也不弄说太贵 但是就是我乡中的挺时尚的 就是什么太贵的 我也不买 不赖花 人生大概傻价位 什么 啊 出贲大概傻价位 哎呀妈呀 最价位呢 就是200块钱 那就算贵的了 就这个 还难过那个 没有太贵的 这个80多 没有贵的 这一百块钱送我大叔去 没有贵的 没有贵东西 但是我买的东西吧 不是说你贵穿上身就很好 但是穿上就非常有气质 就挺好的 没有太贵的 非得调出越贵的 贵的你不一定他穿上 就是合体的好看的 觉得大爷的消费关联了 可以 嗯 我不需要消费你烂花 这个可以 可以 但是没像那个说这 我有三百的 我不买我要一千的 因为说 只能说一百多块钱 一百多块钱 你还别说 两个人越唠越对撇子 这气氛呀 也是越来越融洽 而这时 王大哥提出了 在一起之后 工资如何分配的问题 在这个金钱方面 就说 有什么要求 金钱吧 金钱的我这工资是不能动 因为啥我这也没有什么人 我得丢点 你说的 你说的我完全赞成 对不对 完全赞成 对不对 完全赞成 但是这个工资的事吧 反我们这块吧 这块不管是基林长存的 他们有的说是给钱 你越说给你生活费多钱 反正提法是吃着花的 都是南方的 是不是 那你说 你明会点清晰点 都是工资 就是开支一月 就是给我一千块钱 反正剩下吃饭 花的都是南方的 我听明白了 这些吃喝烂七八糟 这是买菜的 那都是南方 一家乡住的叫买哪件衣服 是不是 完了额外一个月 假如我一个月开四千八百块钱 我给你拿一千块钱月月 对 是不是我听明白了 是不是这个意思 是这个意思 听明白了 我给他一千块钱 我两千都能给起 就我这工资 我两千都能给起 他不是那么回事 他不是奔找办来的 互相照顾 互相爱护一下 我是这么认为的 不是他的思想 我看是有点不存 大姐咱们都有两千块钱存款的 要给一千块钱 你是怕大哥不给你买东西吗 不是 反正我们这边的 我们这边都是 我们这家长村找长村找好一个 都是上偶的 全都是 不管是我要的一千块钱 但是我提的钱也是对劲的 我们这家有好几个 我们楼下找的是图明龄老伴 他开五千多 他是老师 他在一楼 他现在在图明龄还有房子 大项链给他买的 现在也给一千多公钱 他对你特别好的吗 也不是差你吃喝 穿啥的这些 你相会还得要的吗 那你要是买啥 获赢老头要钱 我这辈子好像没有那时候 获赢要钱 我个个有钱 我愿意买啥买啥呗 就说我相中这东西了 你说你相中了 说买多钱 完了你掏钱买 我假如我相中了 真想买还贵 你不舍得给我掏钱 你说你在这事 是不是 我看有多些多这样事的 那个我接受不了 真心对你好 我没说吗 真心对你好 我工资者到时候都可以给他 赵大姐觉得自己无子女 自己的工资得留着养老 想要这一千块钱 也想要买东西的时候 不用再伸手要钱 而王大哥认为 两个人过日子还得给生活费 这日子就变了味儿了 最后两个人在这个问题上 还是无法达成一致 决定当个朋友相处了 赵大姐说自己没儿没女 老伴要是每个月能给存点钱的话 这心里多少能踏实一点 但是王大哥说 别说一个月存一千 就是一个月存两千 他也能存得起 就是这种生活方式 他不能接受 大哥认为这样的话 俩儿这心就没在一起 那按照王大哥的想法呢 红娘又为他介绍了家住长春 退休之后呢 还在美食城打工的刘国心刘大姐